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种大型球 什么叫大型球呢? 这个球要长大了才能够开花 并不是像我们知道台草、飞花玉之类的 长到五厘米左右就能够开花 这个球最小要十厘米以上才能够开花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赤橙 你看我这一颗圆圆的长到直径二十多公分的 上面开了十多朵花 而且还有花苞的 这个就叫做赤橙 它的刺是相对来说比较细黄颜色 整个刺趴到球上 然后球体是比较好看的 放到室内即使不开花 观赏球也是比较漂亮的 它开花的颜色你看是在一个条纹状的 而且开花单独花 花期能够开将近一周的时间 花期也是非常长的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知道的凌波 凌波它的刺不趴在球上 比较硬 而且是直接上外伸展生长的 它的球体也要达到十公分以上才能够开花 我这个是将近十五厘米的 它上面已经开始冒花苞了 已经冒出来两个 它的次座上还在往外冒 这一次开花也能够开的非常多 这个球开花就比较个性了 开花的时候带着一种羽毛的形状 就是边缘像羽毛一样 而且整个中间像太阳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两个强词球数的 都是属于大型球才能够开花的 在小球的时候是不开花的 单纯的观赏球体也是比较漂亮的 如果说有的话 有想要去购买的话 不会养的话一定要记住 养这种球呢 一定要用颗粒占一半以上的图 建议颗粒在五到七成 花盆呢要用矮的 要用小一点的 尽可能选择桃盆 浇水的话干透 过几天再浇水就行了 我在冬天 一个冬天不给它浇水 它也不会出现瘦弱的情况 球一直处于硬邦邦的 感觉一点也不缺水 所以说非常的好养 但是想要养的好 想要开花开的多 必须要光照充足 肥料的话 一两个月使用一次就行了 就能够把它养好 喜欢养仙人球的 想要开花比较独特的 比较好养的 可以选择一下它 到时候摆到桌面上 见光的位置 它就能够长得非常好了 在羊材上 也是可以的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